大家好,我今天要講的是ProvenSet十的第五題 題目是說一個真實的氣體 可以用凡德瓦爾的方程式更加精確的描述 這個方程式其實是從PV的NR題來的 它是針對真實氣體做一些修正項 它加了A跟B兩個常數 那A是針對粒子間的角度作用 那B是針對粒子的實際大小做的 題目希望我們求假如一個真實的氣體 它在等溫的膨脹從V1到V2的過程中 對外做了多少的功 那首先在等溫膨脹我們知道 又是等溫嘛 就表示DELTA T的人是0 就是T2-T1的人是0 那此外DELTA U也會是0 好,那我們現在開始解題的話 首先從這個Funderbar的方程式開始 那我們現在先把這個儲過去 然後再把這個東西移向 然後就可以得到P等於這個 那我們又知道對外做的功 W等於V1及到V2的PDB 那就把這個P用這個P帶進去 就是這個東西帶進來 就會寫成這個 那積分就是分成兩個 常數項提出去 NRT跟負AM平方 然後這個東西會是Long 這個會是-P分之一 那經過化檢之後就可以得到 實際對外的做工會是 NRT LONG 這個Long 還有AM平方成這個 然後這樣這題就結束 謝謝